这里是日野宿本镇的名主佐藤燕武郎和他的家人所居住的地方,分为起居室、佛堂和茶室。 据说,这间房间的天花板是新玄祖队员中的艺人大石敲刺狼,还在当木匠时制作的作品。 这里是佛堂,佛堂内设置着祭拜先祖的佛坛。 这里是被称为茶之间的茶室,房间内展示了当时的生活用具。